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3号来台参访期间 全国各地骇客入侵 包括超商、台铁车站、甚至是路边广告墙 公共空间电视全被入侵 直接秀出图片 项头写着要裴洛西滚出台湾 为大华夏终将统一等等的字眼 事后发现车站使用的电子看板系统 来自中国卡莱特公司 担心骇客攻击的情况变成常态 由数十个社会团体组成的 经济民主联合举办记者会 要求行政院禁用中国相关资讯产品 呼吁行政院效法美国和日本的做法 应该贯彻公务机关禁止使用中国资通产品 机查违规就该惩处 另外经济部也要禁止中港澳广告看板 和监视设备进口 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广告保存页 也应该公布使用中国设备的情况 尤其这些工具很有可能在台海紧张的时刻 变成他们发表故事言论 或者是迎合中国政治宣传的这些媒介 就怕成为中共宣传手段 社会团体呼吁中央要想办法改善 但除了駭客攻击恐怕还得防止这件事 脸书粉砖指示赌篮 拥有18万人按赞 21万人追踪 版主收到私讯 有人希望可以收购粉砖 想和版主商讨合适 买断的价格 也被怀疑是对岸网军 想要收购作为大外宣的工具 其实过去就有类似的状况 每个赞行情大约5到10元 以指示赌篮18万粉丝 恐怕就有上百万的价值 选举接近 中共不只武力威胁 也打心战 就怕收购粉砖的情况 只会越来越多 TVBS新闻周一芳 郭寅台北报导